台風來襲台中市政府各單位動員嚴正以待 台中市政府13號在烏日舉行明安9號演習 也是全國第一場的演習 希望平時多一分準備災時少一分災害 我們上午進行兵棋推演 下午進行食逼演練 那跟大家報告 今年的明安演習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把戰爭當作演習的項目 而且這個戰爭演習項目在整個演習當中 它所占的比例高達70% 市府表示這次明安9號演習除了針對天災演練 由於俄乌戰爭未停加上台海情勢緊張 這次也加入台海發生戰事時的演練 模擬三帖遭受敵方攻擊的情境 還有美方派人前來觀摩場面相當逼真 因為我們今天明安演習地方政府的演習 上級的指導單位之一是國防部 那美方的確有獲得國防部的邀請來進行這次的觀摩 包括美國的國防部以及美國相關的單位 那所以我證實 但是對於相關的內容跟性感 我們沒有辦法進一步的說明也沒有辦法評論 在喬仁國小現場還有國防部展示攤位 小朋友熱烈參與體驗 扎根全民國防教育一起保衛家園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以下